打動 開始了 來大家개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 來旅前直播室的是徐培 直身美女 今天來的是徐培 不要叫我聊屍馬毅 喔!ok!那這是裴毅出的新書 啊!一起運動!前進MLB全紀錄! 耶!謝謝! 大家對裴毅一開始的印象都是美女主播 喔!那當初為什麼會離開回來? 其實離開回來那時候也待了差不多七年了 然後覺得...薪水太少? 哈哈哈!很想污住老闆對吧? 沒有啦!就是那個作息覺得其實有點累了 其實我們常常要到很晚後來整個十二點之後才下班 那睜開眼睛又上班 所以這樣過三十幾歲之後就覺得生活型態需要調整 所以後來你離開回來是去三立嘛 對!在三立! 那為什麼會想做這個... 你說一起運動嗎? Vamos! 對!我們現在我們團隊這樣...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聽到Vamos! 我會不會分的你知道嗎? 不是!Vamos是西班牙文 就是Let's go加油的意思 然後因為在2014年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新聞台合約到了 然後跟我的好朋友 他們也都是在體育台以前 然後我們就覺得 還是很想要做體育啊 所以就乾脆跳出來做 因為真的有太多故事應該要介紹給大家看 好好好 對! 所以你... 你覺得你看過那麼多場比賽裡面 哪一場你覺得最感動? 看過那麼多場... 其實從... 嗯...一路從08年開始 好... 就是以棒球化就是那個時候... 北京奧運那一年喔? 對! 很難過的記憶耶! 可是...奧運之隔賽 哦... 八搶三 八搶三 那時候你會覺得... 其實每一次的這種國家隊的 包括經典賽 那時候我們打進日本那一次也是 你會覺得... 唯有在棒球場上有辦法把全台灣的人凝聚起來 真的只有棒球看得到 你知道台灣齁... 台灣最熱情有三個活動 就選總統大獎馬祖勞就跟中華隊打比賽 對!沒錯! 只有這三件事情有沒有 大家會一起出現耶 對! 真的! 那我們這麼說齁 你這本書裡面啊 寫到了很多旅美的球員 對! 那你覺得哪一個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 我講最... 你要出你的答案嗎? 因為這麼多人 你只講一個... 會用狗喔! 多講幾個 講最近的一個好 我們最有感受的就是李正昌 啊!李正昌 最有感受的 大概有... 我可以講三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他最近 他不是又跟到齊簽了小禮物的約 那因為我們之前去採訪他的時候 他曾經有笑說 他想要到西岸去洛杉磯 因為這樣離家近一點點 其實西岸還是很遠的 但西岸稍微離台灣近一點點 然後對! 然後現在... 欸!真的! 他又再回到... 再重新又... 在美國資本又有一個機會 我們是非常替他開心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當年其實在新聞台有一個小故事 就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時候新聞台他剛好上大聯盟 李正昌 可是李正昌相對於 一般人所知道的大聯盟球員 可能稍微陌生一點點 對不對?大家知道可能是... 還好啦! 因為像我們這種資深球迷的話 對! 都知道 可是如果對於新聞台觀眾 可能比較... 稍微... 比較沒有那麼... 就是...你可以講...講直白嗎? 就是對於一日球迷來講 不要這樣怎麼吃 我講理啦! 一日球迷啊! 比賽贏了! 好棒棒!比賽出了人車! 所以那時候 他上大聯盟 我很希望可以做到他的新聞 可是當時的狀況 商業考量 我不可能... 就是公司可能... 還是要中收視率啦 對!然後我想說 我就跟我朋友駐美的 就是說我自己花錢跟你買 買那個影片 然後他們就說 你要自己花錢 那我們不賣你 你除非說服公司 願意花錢才賣 然後就一個小故事 就當時會覺得 對我來講 心目中你真正常上大聯盟 他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新聞 大過所有 任何在網路上可能 一些很漂亮的妹 今天拍了一個 對不起!很漂亮的妹 我忌妒! 不會啊!我還蠻喜歡看很漂亮的妹 對! 所以我每天都看我老婆 對! 好棒喔! 剛剛有看到師母本人 沒有看到老婆 在後面拿球棒 對! 所以就是這幾個小故事 讓我覺得現在又看到他 又有這樣在美國的機會 所以我們非常開心 對! 所以像我們 因為 畢竟我們算運氣比較好 我們比較有時間跟 球迷接觸 對! 像我們在跟 啊!跟球員接觸 sorry! 那 你聽過球員講過 最討厭聽到球迷講什麼 最討厭球迷講什麼 就是一句話就惹毛球員 有沒有 例如上什麼 我阿嬤都投得比你好 對! 或是說我上去投都可以比你好 之類的 因為我們長期跟球員在接觸 其實我們都知道 球員其實很辛苦 嗯! 而且某一種程度上來講 在台灣打球真的還蠻可憐的 是! 就是贏球才是一切 對! 就是 你知道我們就是 人家說棒球是台灣的國球 No! 贏球才是台灣的國球 是! 對! 就是贏了就是台灣之光 輸了就齊罪當殺 你知道嗎 很可怕!真的 就是被罵成一片 所以你最常聽到的是 嗯! 就是 我們聽球員在講 最討厭聽到 嗯! 聽到球迷講什麼 一句話就惹毛他 就是 就是 可能有個失誤 或是 有個不小心 然後在上面就寫說 啊! 這是不是故意的 對! 被指說是故意的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就覺得 會很生氣 其實齁 我們剛才說過不了這個話題 你知道嗎?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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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就是 我們只看到他們在電視上 比賽那一面 是 你沒有看到他們私底下 其實練得有多辛苦 嗯! 所以我講個小例子 因為我跟柏龍還不錯 喔! 柏龍大王 對! 柏龍的簽名球 哇! 對! 而且一直簽了三顆 嗯! 那我跟柏龍還不錯 是 那時候柏龍還很菜 嗯! 我去參加春訓 那 欸! 練完了嘛 是 我就想說 欸! 放一下球 就是收一下操這樣 欸! 最菜的就柏龍啊 欸! 柏龍柏龍 放一下 然後柏龍 因為他工作完打擊練習 他就把打擊手套拿下來這樣 是 然後 拿出他的手套手套 都起水泡 喔! 而且那個水泡之大 就像那個被 被那個 排氣管燙到這樣子 他們奮鬥的印記 對! 老師! 不好意思! 我沒辦法啊! 啊! 所以最後跟俊秀 沒有啦! 因為 因為我們那時候一開始 第一次去參加春訓 是 那 我們所受的訓練 其實也不會像他們強度那麼強 那就是 喔!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不要去打擾球員 對! 你就講個黃色笑 讓他們開心一下這樣 放鬆一下 對! 更加了解他們的心痛 是! 那所以你那時候 我們回到就是說 你們那個 Vubbles 對! 對! 你們那時候 開始出來做Vubbles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 其實 除了資金不夠以外 這就是 最大的困難 哈哈哈 對! 因為我不需要說就是 真的也是很感激的 就是我們遇到很多很棒的人 不管是運動員 或是同業 他們都很支持我們做這件事情 所以給予非常多的幫助 同業會支持喔? 其實真的 我覺得這是很少見 是在媒體 特別是在體育媒體裡面 是真的會交到朋友的 因為我很喜歡看你們那個 狗廢火車 喔!謝謝謝謝 狗廢火車 你為什麼會用這個名字 狗廢火車 因為狗廢火車 狗廢火車 狗廢火車是 台語無論的意思 沒有用的意思 對! 其實我們就開玩笑說 可能有些字 有些文字 有些事情 我們覺得 是不是應該修正 可能很多球迷也在討論 大家都在講 可是好像不一定看到有改變 或者是改變速度 稍微慢一點 所以我們比較 揮諧的用這個方式 然後就是說 因為其實那個節目 都一直在討論一些 可能棒球比賽啦 制度啦等等的 對! 就是會有一些些 這樣揮諧的用意 當然希望是 有幫助 就是在討論過後 相關單位看到 對! 有些方式 你想太多了 哈哈哈哈 你想太多了 就是你知道 我常跟我的學生講 台灣人為什麼可以 活得那麼好 就是因為我們從來不相信政府 哈哈哈哈 是 那妳這邊有介紹到 那個 如果說 球迷們想到美國去看那個 春訓 對! 它的路線 對! 妳要不要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好! 我就推薦大家 因為其實最好去的時間點 就是在3月份 好! 尤其以今年 2018年美國職棒的 我記得開季是在3月29號左右 所以你在接近的時候 3月份的時候去是最好的 因為妳既可以看到春訓 又可以看到他們可能大聯盟春訓的比賽 喔! 票價便宜很多 像熱身賽這樣 對! 就是熱身賽的意思 然後票價便宜很多 而且妳可以很近距離 因為他們每一個球隊的春訓基地 都會 就間隔不會像是在正式比賽的間隔 所以妳可能就看到大球星 就從妳面前走過去 然後比較好近距離 然後再票價便宜 所以我推薦大家3月 那因為他們就分兩個聯盟嘛 就是十五之球隊在亞利桑那 然後另外剩下的在佛洛里達 那妳就可以看妳最想要去哪裡 妳都集中在那邊 他們叫這個 Phoenix那邊就叫做仙人掌聯盟 那邊就沙漠嘛 然後佛洛里達就是葡萄 葡萄又聯盟 對! 要看陳偉英就去佛洛里達 對! 然後如果說很像是 之前文維中啊 他們在那邊 現在妳要去看文維中還是可以喔 現在要去韓國看的吧 因為NC恐龍也會去那邊 喔喔喔喔喔 對! 所以還是有機會 所以就是或是印第安人 幾個小將 對! 都可以在仙人掌聯盟 所以我建議大家 其實如果你只想去一個聯盟 就七天就好 待在那 其實花費是可以接收的 所以3月去第一機票也比較便宜 對! 避開過年 那在美國租車方便嗎 喔! 然後美國租車非常的方便 要換國際駕照嗎? 對! 要換國際駕照 然後反正現在妳就到監禮站去換一下 當天就可以拿得到 就很方便 然後而且美國駕駛的方向 跟我們都一樣 所以比較不會說妳去像去日本 比較一下不能適應 那因為美國路又大條都很好開 你知道妳在日本齁 妳只要看到那個 晴天刷雨刷的人 那一定是台灣人 沒錯! 晴天一直在用雨刷 一定是台灣人 對!開座邊 對! 所以很推進那邊 而且妳就是租車 但是春訓基地 每個球隊的距離 有一點點距離 都要一個多小時到兩個小時 那美國太大了啦 對! 其實妳在美國不會開車等同於殘障 對! 妳在美國不會開車等同於殘障 對! 而且書裡面有提醒各位讀者 就是 妳在美國如果開車被妳查蘭下來 一定要雙手緊握方向盤 對!千萬不要下車 對! 妳不要跟台灣一樣喔 對! 對! 下來可以拍攀關係 有沒有! 每每每萬車開人家 都要等於殘障 等於殘障 等於殘障 我們三隻公司 四斤 五萬六公司 完全不行! 而且我們之前 以前一剛開始去的時候 早年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 比較不清楚 像那時候 台灣還沒有ETC的時候 所以我們不知道 那樣的收費方式 我們還自以為避開了一個 因為要投錢的那種收費方式 我們自以為避開很得意 然後去還車的時候 那個帳單就來了 對! 其實他們是有分兩種 有些路會有兩種 就一種就是BB的那種 就是趕車 另外一種就是要丟 丟錢監取 過路費 然後桶栽滿大的這樣子 就開過去然後丟 然後連那個丟不準耶 然後就彈出來 就很糗 就有過曾經在那個公路上 然後就停下車 開門 把零錢撿起來 再丟回那個 欸! 那! 你那時候在美國待多久 我們每一次都不一定 每一年的停留時間 最少都接近一個月 就兩個禮拜一個月 然後長我們有三個 接近三個月這樣子 長有接近三個月 對! 那花費很大耶! 所以就是出外靠朋友 很多 不管是選手 或者是以前的 就是大家好朋友 像例如楊玉銘 以前中華隊的射手楊玉銘 他後來跟他太太一起到美國去 之後呢 我們每一年去 其實他們都幫助我們 蠻多的就是住宿啊等等 對! 所以你看 花那麼多錢 出一本書 那一本書 那一本書 雖然花了七個月 但是一毛錢都不用花 花最多的是煙錢而已 是! 來!各位! 對! 朋友們! 有什麼問題想問陪毅嗎?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跟陪毅聊聊 對! 歡迎大家提問 送機票你頭殼撞到唷 送機票? 我們送機票嗎? 超壞 等一下 我們看有沒有 老師眼睛不要亂瞄 他人來 人來 我都不想看 我都不想說 有人有寫到我們 那個 要小心不要再把貴重物品放車上了 喔!對!你們車窗也被砸壞過 對!超可蘭迪洞家外面 所以因為我看了這本書裡面有一段是你們在 對! 在一個比較 治安比較不好的地方 嗯! 好像租車也剛好又出了問題 對! 就是那時候去波士頓 那因為我們就是為了省錢就搭巴士 嗯! 從紐約搭巴士到波士頓 那你知道其實在美國就是 車站附近反而是危險 農蛇雜處的地方 為什麼?遊民特別多? 嗯!會! 嗯!就是遊民比較多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我跟另外一個同事 他個很小才152公分女生 我們有57件行李 另外一個去牽車 嗯! 然後就開始你就看到 會有人就這樣騎腳踏車 一直來回看著我們 就盯著我們這樣看 盯著我們行李看 嗯! 然後就來要錢 但他們要錢都不是看起來 不像街友 是戀很壯很恐怖 就等於勒索就對了 對!那 就開始會怕啊 然後我們就假裝聽不懂 然後假裝聽不懂還會被罵 就罵說你聽不懂還敢來美國 嗯!然後我們就已經在盤算 如果真的他們分頭來搶東西 我們要抓哪一件 比如攝影機 攝影機 對!行李就算了 然後後來太害怕 就把另外兩個同事再call回來 因為那時候 租車店剛好關了 我們趕不及也拿不到車 然後最後再一起回來 然後再把17件行李扛到一個室內 然後再想辦法 辛苦 對! 各行各業創業其實都不容易 尤其是台灣的這個創業環境 對啊!你搞到美國去 然後弄了那麼久 然後就是搞一本書 嗯! 哈哈哈哈 然後支持自己的夢想 對! 這簡直跟法拉利 不是! 哈哈哈哈 其實是說很希望讓大家看到 我們看到的那個世界 對!真的很棒 因為我剛才有看到一個 有朋友在問 是! 今年林子偉有機會 開季上25人名單嗎? 你覺得呢? 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非常期望可以 因為子偉其實他從 之前14年的時候 當時剛去在一個 比較辛苦的狀態 是我們一路這樣看他改變 不管是體型技術的改變 然後這樣一路再這樣上來 所以我們其實很期望 我的體型技術也有改變 哈哈哈哈 他是變得真的很好 就是你看得出來 他下功夫的成果 嗯! 對!然後以及心態上也不一樣了 嗯! 可是有人 嗯! 有人說 嗯! 球隊要的是林子偉的手臂 不是要他的打擊 對!我覺得就是 辛苦還是在這裡 你要跟這些 American Muscle 對!中南美洲的人比 那個打擊棒子 對!這還是可能要比較 辛苦一點的地方 所以你看了 一個球員這樣子 在美國 我們不能講煞魚而歸啊 嗯! 他可能就是 生涯在那邊結束 他的那個 旅美生涯在那邊結束 對! 回到台灣 嗯! 然後你看他們 每天這麼努力 然後最後結果是這樣子 嗯! 那種感觸真的是 你說看著他們 幾個去了 然後又回來 對!對! 對!可是 對我們來講也覺得 嗯! 那他繼續能夠在 延續在中華職棒 能夠有很好的表現 我舉例來講 國輝好了 國輝也是一個 我們從他 八搶三時期很年輕 帥的亂七八招 對!一路看 然後他進去美國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去 就去選手隊這樣 看他拍他 然後再到他 受很嚴重的傷 就回來 在中華職棒 又嚴重的開刀 又嚴重的開刀 但又再拿兩年的拳雷打王 嗯! 所以我們會覺得 這都還是真的靠他們自己可以 我回來還是可以再創造一個 舞台或是機會 所以你看嘛 你看 高國輝印象最深的是 好像是對 加拿大 好像是對加拿大那場比賽 打拳雷打 嗯! 對!好像是 然後主播就高喊說 高國輝我愛你 那一幕應該大家都印象得真的 對!對!對! 我記得有時候我在上課 你知道嗎? 其實如果中華隊的大比賽 我們其實都 不想上課 都想待在那邊看 對! 可是你知道 我們為了學生的受教權 我們為了教育 我們習慣我們奉獻 所以有時候我在上課 那一天好像也是對加拿大 然後 我就看到一個學生 男學生 一直看著自己的下體 往下看 對!一直看著自己的下體 而且我們在上課 這種東西就是 你只要突然停下來 超過五秒 學人就會覺得 那是會小除佑 對!對!對! 他頭就會抬起來 然後他跟我剛好拭目相交 然後我就問他 幾比幾 對! 然後他學會跟我比 四比四 對! 然後 我就 因為他 他旁邊也做一個女孩子 一直看著他的下體 然後我就問那個 我就看那個女孩子問他 現在頭手是誰 那女生轉過來看一眼 太小了看不到 你知道那男生多痛苦嗎? 是 你知道他多難過嗎? 對啊! 你尊重一下人家好不好 對啊! 可是老師很體諒 有讓他們 我這次要跟大家講 上課不要看手機 對! 這樣有聽到嗎? 請家回家看 對啊! 要不要在家睡啊 睡到身體健康萬事 對! 不過高國威真的很帥 是 因為畢竟就像我講的 其實我很幸運 嗯 就是我們不是在幫Lamigo打廣告 但是我真的覺得 呃 Lamigo對我非常理喻 是 那你看我們 嗯 也都算一個小小的公眾人物 那你必須要活在一些 呃 大家比較難理解的那個壓力 嗯 跟眼光之下 對 所以 我覺得很幸運是我跟Lamigo結緣 所以 我可以去練球 我可以去打球 我可以去發洩 然後也有辦法近距離看到 就是各隊不同的球員 嗯 然後有一次 因為我一個學生 一個女孩子 就很崇拜高國威 哦 對! 因為真的是又高又帥 球技又好 她就 簡直拆人 就只擦那個梨花袋類 你知道嗎 老師可以幫我拿一顆高國威的簽名球嗎 我說 哦 好 那如果我在球場上有機會遇到他 嗯 結果那天我到球場 欸! 剛好他們對富邦的比賽 然後就拿了一顆球 嗯 因為我們不敢走進別人的休息室 嗯 因為怕被打 哦 是 然後剛好遇到那個理事長 那個金龍啊 何欣龍 欸! 理事長 啊! 國威欸! 國威喔! 你怎麼在裡面不 啊! 你怎麼搶不搶啊! 買得出來這麼搶啊 哈哈哈 然後國威在那個外野 在手邊練習 那時候開刀錢吧 開刀錢 對 然後就跟他聊兩句啊 然後結他簽個名這樣 就是 我覺得真的甩 又高又升 然後他在場上的態度 然後你知道我看他眼神是這樣子 老師也抱出獸魚眼神 哈哈哈 對啊 然後那時候很好 我記得有一年也是他還在美國 然後剛好也是 就是這個圈訓的時候 大檸檬會跟小檸檬一起 嗯 然後林木一郎還在同一隊的時候 嗯 就他們就同一場 然後我們還跟國會講說 國威快 你去跟他聊天 我們要拍你們聊天畫面 他說 可以嗎?可以嗎? 但是他就真的很乖很好 然後我們會要求他 然後拜託他 他就真的就走過去跟林木一郎聊天 其實你知道啊 我們常常跟求人接觸你就知道 其實 大部分求人都是非常單純的 對 他們其實是非常單純就是 嗯 不管他幾歲 嗯 他其實就是一個大孩子 是 尤其是從小到大那種團體生活 對 就是你知道 我在球場這樣跑 嗯 我覺得最難聊的是誰 你知道嗎? 陳金鋒 陳大哥 對對對 就是你知道我都一直覺得 以我的個性 以我的口袋 那如果跟我沒辦法 開槍一點A夠你知道嗎? 就只有豐哥 但豐哥現在 其實這一兩年他 當然啦 因為工作不一樣啊 對 然後就很有禪意的 會跟我們解釋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都覺得 等一下我解釋一下 剛才那個動作 是他手機滑下來 所以我 我去幫他接手機 不是因為我摸他 然後他抖一下喔 對啊 哈哈 你知道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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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解釋清楚喔 媽那個BK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太好笑了 謝謝老師 因為齁 在在球場上就是 嗯 呃 其實 很多人 因為球員他就是一個大孩子 嗯 但是他在他的 這個 因為運動生涯裡面那種 歷練其實是太多了 是 所以我以前我常講齁 就是 全世界最難的運動有三個 哦 那三個 當然個人的個人見解 嗯 呃高爾夫球 哦 棒球跟拳擊 哇 對 因為拳擊那種 那種意志力的表現就是 嗯 你明明被打倒了 嗯 跑都來不及了 一開爬開 是 要繼續爭 對 然後你看 棒球他是一個 嗯 全面性的運動 嗯 你要會頭 要會打 會跑 要動腦 對 然後 當他們 歷練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嗯 其實很多拳的講話其實 是很有哲理的 哦 有 就是 例如像瘋哥 我記得有一年 Nike好像 也是一個國際大賽前 是 或許是八搶賽還是什麼 嗯 然後Nike去 就是 做那種推廣影片 去訪問很多球員 嗯 因為剛才提到林牧伊朗 突然想到這個故事 人家 那個瘋哥在做重訓 哦 然後那個記者在旁邊拍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因為記者問 為什麼我們是沒聽到 他就聽到瘋哥的回答 嗯 就是大家都知道林牧伊朗是一個 天才型的球員 嗯 但是很少人 注意到他的努力已經超過他的天分 嗯 對 然後 私底下有另外一段就是 是 他沒有剪出來 我聽球員講的 然後 然後記者就問他 他磨一個球員 嗯 一個已經退役的球員 磨一個球員 封個頭排起來 他天分用完了 他轉頭就走了 哈哈哈哈 轉頭就走了 非常直接 不是他老師特別 其實我覺得從兩點可以看得出來 你光看一個選手 他過了四十歲 要到兩點才能看 欸 不是 哈哈哈哈 他體型還可以維持這樣 是一個 就是他對自己的要求 欸 不是 不是 我體型還維持得很好啊 對 老師以前還是非常的壯 然後第二個 這是我們其實採訪有看到 像他所有人電玩車 他會去到他自己一個空間 裡面做特殊的 再繼續訓練 一台卡車嘛 然後對就不會停 他自己有自己很嚴謹的 繼續的訓練 是 因為你要知道 就是因為他們的收入夠高 然後他們可以這樣子搞 可是 我們回來講我們的中華職棒 他們的收入沒有那麼高 可是 說真的 以我們自己看到的就是 大部分的學員 他的那種苦練程度 其實真的不會輸給人在 那種很高興 然後 你覺得跟神一樣的球員 而且他們現在就是 從這幾年開始 其實有很多球員 他們會自廢 在廢球季期間 然後到國外 美國去 到日本去 對好幾個球員 同一是這邊 我們都有看到 今年陳雨薰不就揪團去那個 好像是 小林亮寬的棒球教室 他們都會固定去 然後阿米古這一團都會去日本 對 而且今年阿米古 他們二月還要再去 去那個北海道 跟日本火隊比賽 你會去嗎 我們這次主要會是去美國 然後中信兄弟這邊 中信兄弟 來我們聽到關鍵字了 有什麼問題要問他的嗎 因為好主要是美國 因為本來美國 是我們每一年一定會去的行程 然後今年就是中信兄弟也去 所以會是我們很重要的 採訪的行程之一 然後加上王維中 他雖然去NC恐龍 可是NC恐龍也會在那邊訓練 所以就是這些 王維中也很帥 喔是 王維中也很帥 對 他 但是他跟高國輝比起來 就多了一個奶味 哈哈 他年紀比較輕 對阿 而且 但是王維中也是一個我們覺得非常 非常看他改變感 很感動的一個選手 就是 從我們去的前一兩年 你可以感覺到他還是一個孩子 對 對達或是一些行為局 就是小孩 可是從第三年開始 完全改變 你看得出他必須要在那邊 讓自己強壯 不管是心理還是什麼 他的談吐不一樣了 然後可能會更為 你著想 其實一切就不一樣了 講到這個齁 嗯 我們台灣現在有很多那種運動經濟公司 嗯 對 你覺得我們的運動經濟公司 嗯 效果怎麼樣 運動經濟公司 其實 嗯我覺得 也有一點是卡在說 哈哈哈哈 講實話喔 有做得很好的 有有有 然後但是我也覺得現在在台灣 因為經濟是這樣子 你到底是要聽球團還是聽經濟的呢 對 所以有些規劃上 你還是也必須要考量到 球團願不願意 對 球團這邊的 因為你知道我常跟球員相處 就是 某一種程度上來講 我覺得台灣的經濟公司他 好像我們中華執辦已經走到二十幾年了 可是 老實說跟職棒三四五年 我覺得 差異不大 哦 包括就是我們說 就是 球員他的 嗯 我們該給球員的權利 對 制度上的改善 其實他有段路要走 那你看嘛 呃 我常跟球員聊嘛 就是經濟公司那 他到底幫你做什麼 嗯 潭心水 目前最大的是 潭心水 然後呢 沒有了 沒有了 其實我曾經 我曾經想過 你知道嗎 當然我們不可能去 去開球員的運動經濟公司 嗯 那我覺得應該 應該要幫球員做的是什麼 嗯 例如 好 呃 球季結束了 嗯 你進公司有沒有幫忙去訓練球員 嗯 好例如說 幫他出錢送他去美國 送他去哪裡 幫他找這些資源 對 然後再來咧 我覺得 也要教球員如何應付媒體 嗯 因為你知道 記者很壞 你知道記者很壞 我們是很善良的 那個 對 那天蘋果登了一張我的照片 沒有經驟同意嗎 這不是同不同意的問題 明明他拍了那麼多 他就一定要 挑你摔倒那一張 點閱率就比較好齁 哈哈 比較好咧 比較好咧 唉 我們不會不會 就是我們一定是 要帥帥的 所以剛才有人問 嗯 林智勝會跟 會跟兄弟去美國嗎 嗯 你猜嗎 到時候請看我們的報導 好 今天他們的 嗯 今天的春訓 他是沒有到的 好 因為他球期好像還沒結束嘛 在泡州人 對對對 那 美國那邊到底會不會有呢 請鎖定 八摩sports 一起運動 我們會 要訂閱喔 對對對 然後八摩s就是 VAMOS 又要打廣告 謝謝老師 OK的啦 對 對 他又不收錢耶 那你覺得伯龍 伯龍今天打完會沒外嗎 老實說其實我們 這樣講不知道球團會不會高興 就是我們很希望他可以出去 我們之前 例如說當我們看過了一個尼福德 在台灣打過之後出去 其實我們會覺得 開啟了這樣的路非常好 讓大家知道 我不一定高中畢業 我就得要把自己丟去 現在有的人 零千就把自己送出去了 有 我 一個 他在中指選秀是 呃 落選的 然後後來到 那個是何憲凡的兒子 何哨斌 何哨斌 對對 然後現在就是 對 現在那個 跟陳文英在 同一起 對 也在那個 青銀隊 邁阿米那邊 馬鈴雨 馬鈴雨 然後 對 所以其實我們就覺得 如果說伯龍打完可以這樣的話 我覺得很好 就是繼續鼓勵很多人 其實你走的那個方法 其實說實在的話 伯龍 今年打完就一定會屢外 只要沒有受傷 我覺得 因為我前幾天 也是直播 也跟觀眾朋友 聊聊這個問題 因為 我在球場遇到伯龍 伯龍腳下有點扭到 是 腳下有點扭到 所以 他就坐在旁邊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聊天 嗯 我跟他講 我說伯龍 你這一定要屢外的啊 對啊 而且老實講越快越好 因為 在中華直播已經沒有 壓制的 壓制得住你的投手 他應該要去挑戰更不一樣的 就是 你知道有時候 因為其實 我們直播 我在玩直播 其實你是第一個來的來賓 喔 這也是我第一次 好像要當主持人訪問人家 我就好緊張 那我常跟 觀眾朋友聊 就是 人生上 在人生的路途上 嗯 你不要怕越級打怪 對 就是當初 你可能在未來 可以領一份很穩定的薪水 然後有未來的資源 然後來到三立 一樣有一份穩定的薪水 有 有媒體的資源 是 可是如果你的人生 一直都只是這樣子 嗯 那我覺得這種人生太無趣 嗯 有時候 我們在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越級打怪 對 所以 像我跟Lamico去參加玩春訓 是 那 因為我們每年 因為我們以前都喜歡打球 嗯 那我們每年呢 我們會搬一個OB杯 喔 老屁股俱樂部 對 OB賽 對 我們以前大學的同學會一起回來打球 然後你那個感觸是很深的 就是 嗯 我們的經理也有回來 嗯 我們兩個 我們就是OB隊跟在校生嘛 嗯 對對對 感觸真的很深 我們兩個經理的年紀加起來 比對面三個經理的年紀加起來還大 喔 不是要聊這個啦 不是要聊這個啦 為什麼要說這個 很傷心 是 當 你會發現喔 大家都老了 很多動作已經做不出來了 是 然後我本來以為你這樣反手接到球 轉一圈傳一圈 很帥的 對 你現在反手接到球 一圈有人 再給二圈就好 那一年我去跟南美國參加完 春訓之後 我回去打球 他們所有人都嚇一跳 就是 老大你球速變快了 喔 所以我說沒有啊 但是我覺得你們球速變慢了 哈哈 我覺得你們在騎給他殘葬 你知道嗎 你平常看的是Pro的那種種種種 對啊 你們在騎得這麼慢 那麼快就救散 你知道嗎 還算得出來 你知道嗎 我要咬起來 還可以吐到那個 那在球上面 後來就發現 因為 我長期跟南美國的球員一起打球 一起練習 我心的是誰的球 我心的是王一陣的球 哇 太練習了 當然他們動我們不會投那麼快 但是 當你開始習慣這樣子之後 對 你就會發現其實 你已經突破到另外一個level 嗯 那其實 呃 我們螢幕前面的朋友 其實也一樣 嗯 就是 裴翼 一個女孩子 有那個勇氣在 在那個階段 跳出來 欸 他想要搞一個 他自己想要的 嗯 我們說媒體也好 嗯 一個載具也好 嗯 就是讓大家看到 另外一面 球員另外一面 嗯 而不是 每天看的是收視率 喔這樣才有收視率 然後這樣沒有收視率 喔這樣沒有收視率 我們就不做 嗯 其實沒有收視率的那些人 他的努力 其實不會輸給 有收視率的那些人 對就是他們有很多故事 真的值得分享 那我覺得 其實老師在講說 勇氣這件事 我覺得還有一點很幸運 是我的partner 也是另外兩個女生 因為有共同理念 我們可以彼此互相支持 老實說要我一個人 其實我也會有點怕 那另外兩個女生 也一起 一個是製作人 然後一個是 他之前是一大犀牛的公關 然後其實他們都在這個 相同的領域 有很資深的背景 然後而且說到他很好玩 剛剛我們製作人 立刻訊息我 他說 快問老師 可不可以來狗廢火車 很希望可以邀請同行 我們製作人馬上問了 很積極 OK啊 我另外兩個夥伴在這 這個個子很小的女生 他就是我們製作人 對 他其實做棒球節目做了十年 很厲害 然後中間這個 這個大家真的 買書回去可以仔細看一下 他們平常不太會 就很少露臉 對 然後我們的很多優質的內容 把關最後都是他 對 然後中間這一位 他在中華職棒聯盟 就是待過也超過十年 然後他一大犀牛 那時候 就是 一大犀牛隊最辛苦 就是最多事情的時候 就是Manny來的時候 Manny來的時候 Manny來的時候 所以他是公關的時候 在面對應付所有的媒體 對 所以我們是一起這樣子 好 那我不曉得想問的是 你這個封面怎麼修到 不太像你啊 哈哈哈哈 沒有 老師這四年前 還充滿膠原蛋白的事 對 那時候 這個是我們是在 就是美國 他們國家隊 訓練中心 對 然後特別也在那裡介紹 這是美國國家隊的訓練中心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也是我們的 呃 就是我們的一些 我們的培訓隊也過去 那所以有跟他們打一些比賽 在這個地方進行 好好好 所以我們也特別介紹 因為我看你書中 他有提到就是 對 你有去訪問那個 呃 光州 雅運 人川雅運 對 那時候柏龍也在裡面嗎 欸 那時候沒有 他沒有去吧 他沒有去吧 他是光州市拉運 我們就是那一屆 我們是仁川 好好好 然後那個時候 他沒有在裡面 對 然後其實 呃 這裡面有收入了很多 就是我們 呃 寫這些 不管是旅美球員 棒球員之外 我覺得還有很推薦的是 其實我們還有關注一些 像是網球員 啊 或是籃球 對 然後 呃 或是高爾夫 等等 就是希望大家看到說 其實真的一年到頭 在美國打拚的台灣孩子 真的很多 真的 這一張就是 剛才裴音講 對 他們請高國輝 走過去跟 朗神 一齊龍 拍的那一張 對 請他去聊天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他這裡有機會可以跟 senpai一起練 可是 這一張是你們拍的嗎 對 這裡面的照片都是我們拍的 對 一齊龍這個曲子 哪想要跟他玩家啊呢 對啊 哪一拍 哪想要跟他玩家啊呢 對 然後我們還有很小的題 就是我們去二亥惠州那一次 很精彩 因為二亥惠州 有三個大重點 一個就是2014年 LaBron James回到騎士隊 所以我們去了 第二個就是 李正昌在二亥惠州 我們去了 第三個就是 星星那提網球賽 那一年 就是 呃 那個盧彥勳 在前兩位表現非常好 嗯 然後就是那一年 所以我們在二亥惠州是大豐收 就也去了 LaBron家的外面 然後 看到LaBron為他辦了一個盛大歡迎會議 他從熱火隊再回來嘛 嗯 對那個場面 就是你可以看到 一個巨星如此影響的一個城鎮 或是影響的一個地方 讓大家充滿希望 覺得我也要努力向上 就是你知道那個運動啊 嗯 呃 當然這不是 這不是在聊政治啊 嗯 就是 某一種程度上 我覺得齁 因為我住高雄 一直以來都是高雄人 嗯 我覺得我們高雄連 呃 一直直播都會留不住 現在連 甲族的也沒有 哦 你看六都裡面只在高雄沒有 沒有甲族 台南那個統一經營會在高雄多一點場次 是啦 哈哈哈哈 是啦可是你看嘛 就高雄連一隻就是 嗯 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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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知道有一次我跟那個 洪宗洪總聊天 是 其實洪總真的很會聊 嗯 因為你應該也跟洪總接觸過 洪總真的很會聊 捕手 很會聊天 真的嗎 對 真的捕手是我們喜歡的 然後你看 我那次跟他聊就是 因為洪總也是高雄人 是 他說怎麼行銷高雄 嗯 就是 你找五月天來唱歌當然很好嘛 嗯 可是你應該 所以 就一個 一棒球的角度來看 你看 你蓋一個世界級的球場 就真的蓋在高雄 嗯 OK 然後請 美國職棒來這邊春訓 嗯 或者是請他們來這邊打表演賽 嗯 這才是真正讓全世界看到高雄 哦 對 我覺得真的是很重要的 但是 嗯 因為你也知道我們的真正中 就是反正 打贏了 就是台灣之光嘛 嗯 我之前看過一個新聞耶 嗯 好像少棒出國去比賽 嗯 加菜金是用報紙 報紙 對 嗯 報紙嗎 對啊 就紅包裡面是塞報紙啊 哦 看起來厚度 對對對 可是打開裡面真的是報紙喔 沒有錢喔 真的是報紙啊 然後好像打贏了 就要去接機 嗯 如果打了成績不好 好像就是 自生自滅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問題 是說 例如說現在可能 領導階層 不管政府各個單位 或者說在擁有權力的這些人 通常他們都還不是這些 喜歡運動的年齡層 好 我覺得可能在 也許說我們現在在下面一點點的年齡層 有一天它變大 因為他們已經有經過 運動多一點的素養 嗯 體育、經濟運動等等 多一點的熏陶 當他們變得有權力 有一些能力的時候 可以做些事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不一樣 那 只是現在可能那個世代的還在 當年他們是 就只有讀書一條路 哦哦 對,對於體育還沒有深化在生活當中 那 嗯 因為 現在線上大概有將近八百位朋友 嗯 那我們裴依有帶小禮物要來送給大家 對 我們帶了什麼 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呢 當然就是這次我們出的新書 這我會送一位 是我們一起運動前進MLB全紀錄 然後我們會簽名 然後送給這位朋友 那第二個禮物呢 因為不好意思 今天我沒有辦法直接秀給大家看 是我們的隊友 BAMOS的 隊友T-shirt 好 就穿上這件器 出現在任何我們出現場合 我們會認出你 我們就會送你PIN 嗯 對,就是我們會認T-shirt 是我們的隊友 這是第二個可以送的 那第三個我要送的 這個很有趣 各位也可以看那個書 其實這次在書裡面我們有介紹一個很特別的 在這個Phoenix那邊有一家很特別的店 這個是曾文誠大哥曾公特別推薦的店 然後我們也會去那邊買 它是一個棒球服飾店 它裡面有很多特別的 對 就這個 第216頁 對 這家店裡我會去買這個T-shirt 送給第三位朋友 它有多特別 舉例來講 它可能會把棒球術語弄在衣服上 例如三上三下 它就會設計進去 然後例如說一個什麼 643 Double Play 然後它就會 6加4加3 嘿,為什麼會等於2呢 因為是2out 2out 對,這是很特別 我會第三個禮物 會從這家店來買 然後我們會3月份去 然後我3月中回來 就把禮物寄給 就是大家要等一下 因為他們3月要去 我們剛才講的嘛 要去美國拍春訓 還有中信兄弟去那邊遺訓 對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 許大美女 我們的許老闆 他會去 去這家店 買一件T-shirt 回來送給我們的朋友 對 棒球迷來講 其實一定會覺得超棒的 很有趣的 所以這種書你還不買 那些就衝殺了 那些衝殺了 謝謝 不過說實在喔 我覺得 最大的勇氣是出棒球書 因為你知道 台灣棒球書不好賣 是 畢竟 真的會來買這本書的 大概就是 有在看棒球的人 對 因為你知道 尤其是女孩子 像女生做運 跑體育線 然後怎麼樣 所以因為 女生對 大部分的女孩子 對運動是沒有概念的 我常跟女孩子講 你不要以為美國職棒 只有一個球隊叫楊極 我有一次上完課 聽到兩個女孩子在聊天 我沒有聽過這麼驚悚的對話 就是一個 女孩子A跟女孩子B講 欸 你有沒有看 看什麼 昨天陽氣隊又贏了欸 真的嗎 贏誰 胡人隊 說誰說什麼 出來 給你們出來 他有同時關注NBA跟MLB 可是我們真的要鼓勵大家 現在越來越多女生投入運動的 不管是媒體也好 或是運動這個產業 真的越來越多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我覺得很鼓勵女生來探索 不管你是要關注競技運動 或是你自己乾脆就進來參加運動這件事情 所以你有站在打擊局上看過 沒有投手投球嗎 沒有 我們只有在本雷板後面比較害怕 就是真的在打擊局上 馬上看得到 倒車這樣搶一下 我們無法承受那個太恐怕 通常是攝影師被派去那個位置 對 因為你知道那個時候那個誰啊 鄭兆春開球 134公里那一次 對他那球投偏了 還好那個 我覺得那天接球是江中城 還好他有接到 要不然那個記者就GG了 不是啦 你不要站在那裡 不要站在那邊 對 不能在那個正後方向很危險 對啊 要撿一下 人家的標槍 撿一下 他後來連當兵丟那個手榴彈都破機了 對 手榴彈丟很遠 運動員嘛 對 所以其實不管在哪一項運動 因為運動其實都 都很辛苦 而且更慘的是他的運動生命其實很短 所以你知道前陣子 要聊到不太想聊的事情 就是 忠信兄弟那時候的 所謂武將事件 你看到球迷在下面留言謾罵 你領那麼多錢啊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領那麼多錢是靠他的努力 OK 那你是眼紅嗎 OK 而且你要知道他為什麼領那麼多錢 因為一個球員他的運動生命太短了 是 你說現在開放高中生選秀 要不然以前一個男生大學畢業 22歲 再當兩年兵24歲 然後你進來職棒 從餐廳開始熬 大概頂多差不多35歲就要準備退休 對 然後現在可能又再更早 對 因為你就是對啊 年輕的越來越多啊 對啊 然後所以也會有一些球友們發現 他就是覺得我待在業餘隊就好了 有個保障 我不一定要到 考考你台灣有幾支業餘隊 呃 城邦嗎 對 有幾支業餘隊 我一個一個講 台電、紅珊瑚、和庫 對 再來把城邦國際 春季人賽全部列出來 還有美副巨人 其實台灣只有兩支業餘球隊 只有台電跟和庫算業餘球隊 哦 其實他掛在學校下面 不管是掛在學校上面還是 他們就是一個 呃 真正的業餘隊是 嗯 你平常是要工作的 哦 然後比賽前才開始準備 或是你可能 白天是 早上是練球 下午要進去公司裡面 對 其實 老話一句 嗯 我覺得 又是在炒短線 哦 你說我們 比如說 很多那種 縣市政府他們成立了 城邦隊 嗯 成立了業餘 嗯 嗯 OK 那球員他就是練球 嗯 那其實他就是薪水比較低的職棒而已 嗯 而且那個很短 你常看到那種球員大概兩年 嗯 就得太陶啊 殺你得太陶啊 嗯 其實我們台灣那麼多的企業 你知道有一次 我們大家要想要振興棒球 嗯 那 有時候我跟 有時候洪總在聊天 我跟他們講 嗯 台灣棒球要怎麼振興 嗯 那種大型全職谷有沒有 一人養一隻職棒隊 對 然後 中小型的 是 養一隻成棒隊 一起來 對 然後小型的呢 養一隻業餘的 然後小型的呢 你就任養 國高中 哦 是 我覺得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我們的棒球真的會不一樣 嗯 你看嘛 我常開玩笑 你不是開玩笑的講嗎 展元最出名的台子是什麼 想變得新的女朋友 不是 哈哈 我好想贏韓國 好想贏韓國 好我知道 你看嘛 我覺得真的是 我們不是要講 因為我們真的很愛棒球 嗯 尤其是 不管你要敲他中華隊也好 台灣隊也好 對 當然我們也為了避免爭議 我們都講國家隊 嗯 你看以前我們是要跟日本爭冠 嗯 後來咧 可以打韓國 嗯 後來咧 好想贏韓國 對 那現在咧 不要輸大陸 是 我們現在連法國都輸了 人家有很多越來越厲害的 在投入 是啊 其實你看韓國為什麼職棒變得那麼強 嗯 他們就是政府B 那種 就是大企業 嗯 你就是給我養一隻球團 嗯 你說 呃 我們那麼多的那種 你說台說不能養一隻球隊嗎 嗯 嗯 不然你也養業餘嘛 平常在加油站加油嘛 嗯 對啊 其實現在像在如果說台東來講 我覺得楊青龍教練他到台東之後 紅珊瑚 對對對 我覺得楊老師其實在這個部分真的是蠻盡心盡力 除了球隊的部分 然後也促成在那邊打的比賽 嗯 對 然後我覺得 有一個台東的什麼盃嘛 就是有一個聯賽好像是辦在台東 對 去年去年的時候開始的 然後有辦在那邊 然後 其實我們也很期待看到 其實現在 嗯 金控銀行進來 如果多一點銀行會不會那個對決 你知道 金控大陣 對啊 我中國幸福不能輸某某銀行 或是某某銀行 覺得我就不能輸 對啊 對 這樣才會好看嘛 對 如果你看 你看 Lamigo 他們算企業裡面最小的 是 目前施施求他 你看人家也是撐著啊 也是撐著啊 其實台灣應該是 我覺得政府應該 我們也是要喊第五隊喊第六隊 啊你好好好嗎 其實今天可以做的但是很多 我講台語到底聽不聽得懂 有聽得懂 有觀眾朋友講 老師講台語 學老闆聽得懂嗎 我只是回了 會想一下腦筋要運轉 因為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其實很多啦 嗯 對 就是你可以把大企業找來談談 對 要不要養一隻 要不要怎麼樣 要說啊什麼 加盟金太貴了 其實三五一對那種大企業來講 根本是九牛一毛啊 應該說他們對於這個產業的信心 或是興趣 然後現在以大老闆層級來講 他們對體育運動本身有在從事 可能已經不夠多了 或是說這個養成 或是生化在他生活當中 可能就已經比較少 所以對於運動也可能偏向陌生 是啦 你看球季結束之後 沒辦法吃飯吃飯吃很辛苦 對啊 所以他們有很多其實球季外的一些比賽 像我們剛剛提到在那個台東 楊老師他們促成就是東岸聯盟 對然後像是有時候球季結束之後 還有時候棒女花聯盟啊等等 然後冬季聯盟 其實就是很希望 之前都化為來會轉播 今年好像沒看到 對今年好像沒有 今年好像沒看到 而且現在我覺得大家收視習慣 也更多focus在網路上 所以常看你們直播啊 太好了謝謝 狗廢火車 我印象最深的是 你們找鄭總來那一集啊 喔 老師有看 有啊有啊 鐵拳阿正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就是新的 我們的直播地點 正在裝潢當中 啊啊啊啊啊啊 落成之後我們就要邀請老師來 喔真的嗎 真的嗎 對 拜託啊 好開心喔 是 因為今天啊這個 裴毅 徐大美女來到這個 呂捷小小的直播室這樣 真的覺得彭必勝貝啊 謝謝老師 老師直播人數很厲害 這最少的一次 因為太早播了 喔是 因為我那次看你直播你是中午嘛 喔對 一邊簽書一邊跟觀眾朋友聊嘛 對對對 其實直播最好的時間在什麼時候你知道嗎 嗯 晚上十點以後 喔準備要睡覺會滑手機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 晚上十點以後呢 該回家都回家了 喔是 對 所以直播最好的時間大概就是 最少九點半以後 喔 然後不要挑在禮拜五晚上跟禮拜六晚上 大家出去玩 對 然後反而很奇怪喔 禮拜天晚上直播效果是最好的 禮拜天 對 他還要上班阿 要上班阿 要上班阿 對 以前回家了 是 然後又要給我手機阿 跟大家聊天 其實真的啦 因為 培憶出了一本新書 然後 一起運動 前進NLB 全紀錄 對 那 台灣有 不是大電視台 不是大媒體 就是願意 幾個這樣講 傻子 是 做很勇敢的事情 難道 台灣人 不用錢 台灣人 站起來了 謝謝老師 所以 嗯 各位 朋友們 要去買喔 對 要去買 對 現在在那個 台北的話 已經全部應該公表 正式上架了 對 然後 中南部我們剛剛去記憶國書 他們是拿到的書了 然後可能明天就開始會成列了 對 那如果網路上的話 在博客來也會有 然後在成品網 金石網也都有 然後現在實體通路的話 也都已經有了 好 提醒大家 耶 支持一下 聽說 第一刷已經賣完了嗎 那個是 在博客來的 四百本簽名版 對 那是在兩個禮拜前 禮拜六 已經預購完畢 對 因為其實現在 現在書也不好賣 喔 是 因為大家的習慣也都變了嘛 對啊 你看這幾年出版業倒了多少家 嗯 可是老師的書還是很驚人 沒有辦法 哈哈 我的粉絲們都知道 就是 我是辛苦的教育工作者 是 要支持我 是 就是你知道 我們常常在外面有人跟我說 老師我買你的書耶 對 你知道我都怎麼回它嗎 嗯 不好意思啊 還給你騙兩百幾個 哈哈哈 老師的出售那個賣銷售非常驚人 不是 因為你知道我講話坦白 我講話坦白 嗯 我覺得才不會做你們那種傻子的事情 哈哈 對 好 你知道我們那個叫什麼 嗯 嗯 我常常在演講的時候 在Q&A的時候 都會有那個 觀眾問我 就是說 老師你的夢想是什麼 嗯 對我說 它夢想似乎太遙遠 嗯 我們把它分成 分成短期 中期跟長期 對 短期的夢想是賺錢 是 中期的夢想耶 賺很多錢 哦 那長期的夢想呢 長期的夢想呢 長期的夢想呢 賺更多錢 賺這麼多錢幹嘛 把它給花完 是 我 人最可悲的就是 人在天堂 錢在銀行 老婆跟別的男人在教堂 有沒有比這個更可悲 有 就人死了錢還沒花完 那有沒有比這個還要可悲 有 就是人還沒死 錢花完了 這樣聽了有沒有 那我們的目標小一點點 希望大家看了書 會去美國看我們的台灣孩子打球 拜託 只要看了這本書 你希望大家就可以去美國 這本書可以幫助你去美國看看他們 好不好 這本書其實它就是一個 對 到美國看球的指南 對 欸不過聽說 美國的球票很貴耶 那老師一起來好不好 老師可以把錢花在 陳旋 一起來看陳旋 你問我老婆 我的錢都在她身上 把師母跟兩個妹妹一起帶去 你知道我名下沒有任何財產嗎 我跟你講小孩好適合去美國看棒球 那邊可以到處跑 其實我曾經想要帶小朋友去 但是我覺得最大問題在哪裡 坐飛機 喔 你要讓小朋友在飛機上待8個小時 10個小時 我覺得那太難了 那太難了 那只能在古靈裡面 不是比這樣 老師我幫你跟妹妹聊天 妹妹剛剛對我很熱情 喔 我們家妹妹看到漂亮的都很熱情 喔謝謝 剛剛出版社叮嚀我 要講一下簽書會 喔對對對 不好意思 我們的簽書會時間 這邊有 這個書上面有 有 2月10號 電腳石台中旗艦店 對這是晚上7點半 然後還有2月10號 技衣國 對 高雄海神巨蛋店 那是下午3點半 下午3點半 對所以同一天我們趕兩場就對了 從南部開始 哇不容易 你知道 還有一場是 2月11號 台北國際書展 阿門師傅普通會有球員來 在高雄的3點半這一場 會有郭富林來 喔郭富林 對然後台中晚上7點半這一場 會有陳庸基來 喔 台灣轟炸基 是喔 對 然後2月11號 11號 台北國際書展 是 世貿一館 沒錯 OK然後2月25號 對 熊獅永康人文空間 那這邊有標註 虛報名什麼意思 喔 如果是那個 永康人文空間 那個的講座的話 是需要上網報名的 到熊獅的網站來 新獎堂報名 那如果2月11號不用 國際書展 我們就從11點一直進行到1點 對的活動 就簽兩個小時 就是簽名一個小時 然後後面一個小時 是主題沙龍 就是在書展上面 有一個主題沙龍 會邀請到 曾公曾文成大哥 然後以及 就是呂梅小將 陳品學 跟我一起來分享 你這種來賓太沒有創意了 喔真的嗎 對 你的來賓太沒有創意了 你知道我那時候 我那本書那個 欸我那本書 欸我的書 好像都送了 都送完了 是 欸在這裡在這裡在這裡 好的 這是大麥的書 沒有沒有沒有 小麥小麥小麥 這是我的書 你知道我那時候 出版的時候問我說 老師你 你那個 特別來賓想找誰 然後我就開玩笑講 找洪秀柱啊 對啊 我說老師 你怎麼會想找他啊 他現在是一隻魯蛇 哈哈哈 老師你怕沾著藍綠嗎 他人生是黑白 老師 沒有我只是開玩笑而已 結果他真的來了 哇 而且是 活動前兩天 因為我是辦在那個 成品旗艦店 信義成品 對對對 我跟蔡英文用同一個場地 哇 然後 那個 洪秀柱 他們兩天前才跟我講 他會來 我就想 幹我要跟他聊什麼 嗯 我根本不認識他啊 可是老師的邀請他就來了 可是我覺得這很有趣啊 就是 其實 我一直有個習慣就是 我們喜歡玩好玩的 對 所以 我覺得你後面還有兩場 我覺得你特別來賓 可以找好玩一點的人 喔 好我們來想一下 謝謝老師的介紹 我覺得你可以找好玩一點的人 就是 那我們找旅美的球員嗎 什麼的嗎 ok的 我覺得你可以找 比如說 嗯 大家猜不到了嘉賓 喔 好 我看到出版社的 已經在想 找我嗎 他已經在比 不要鬧了啦 不要鬧了啦 對呀 你知道這畫面叫美女野獸 對呀 人家會不知道 這本書在寫什麼 對呀 可是 老師我幫那個網友問一個問題 這我也很想問 因為其實老師今天標題很可愛 老師寫說 聊運動 不要再 不要再聊絲麻藝 今天來的是徐培藝 不要再聊絲麻藝 對 但有個人很有創意 好老師請問 司馬藝喜歡什麼運動 你跳的就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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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這個網友問一下 太有趣了 沒有啦 因為齁 其實 這個也很奇怪 是 你知道嗎 我原本齁 我的碩士論文 我的研究所說出來 我要寫什麼 你知道嗎 我要寫棒球技術的發展 因為我喜歡球嘛 是 然後你知道 曲球 卡布 曲球一開始不是用來比賽的 是表演 就是發明曲球 好像也是一個黑人級的選手 然後他發明曲球 然後他發明之後 他一開始不是用在比賽上 他就是表演 就是捕手投手 然後中間放一隻棍子 他的球可以從這邊繞過來 花式表演的概念 對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曾經想過要寫 要寫這樣的論文 但找不到指導教授 是 對 因為你知道 學界的 對運動有興趣 而且還在行 有這方面的 嘗試知識可以指導你的 沒有 找球員 找球員 那時候跟球員就不熟啦 是 因為我 其實我讀大學的時候 就跟甲組的一起練過球 嗯 那個無縫學院 老師為什麼可以這麼好 欸 那個時候是 我們那時候打校隊嘛 然後 就 那時候中姓碑 那時候中姓金的時代 中姓碑 然後我表現得很差 我表現得很差 所以暑假的時候想說 反正因為我還有一些工作要留在學校嘛 對啊 所以我就想說 今天沒事我要去慢跑 結果都發現 我們球場怎麼會有人 嗯 就是無縫來借我們的球場 因為那時候他們學校沒有球場 對 然後欸 他們那個 他們的總教練那個 黃成志 以前那個太陽的 對 那個南路岸時期的太陽的 他看到我 他說 嗯? 那你要等 因為我有學過他的課 他以為我們學到那個 開體育課 嗯 那你要等 他說沒有啊 要走走的啊 走什麼? 走的練球啊 那時候他們來講 假蛤組欸 假蛤組欸 你知道我假蛤組欸 對 我真的可以嗎 他說那你就來啊 來啊來啊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們一起練球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其實 那時候我有一個麻吉 嗯 宇昭任 是你的麻吉 對 宇昭任你還記得這個人嗎 我不記得 對不起 他那時候是那個啦 鄭總帶兵第一年 然後 就找來的 嗯 然後他那時候在兄弟 喔 對 然後當然他打一年就沒打了 因為他講不缺錢 不是 然後他現在發展得不錯 他現在好像做外匯車 喔 所以那時候我開始跟 假組的開始練球 是 對然後搞久了 然後怎麼會知道 就反正突然有一點小小名氣之後 嗯 南米國邀請我去開球 哇 而且其實我說實在話 嗯 因為你知道我這個人坦白 是 我那時候去南米國 開完球 然後上去跟展民一起播 嗯 結果球迷問我 嗯 老師你不是抓迷嗎 他說對啊我是蝦迷啊 嗯 而且我從小就是個蝦迷啊 喔 因為那時候沒有南米國嘛 嗯 然後從小就是個蝦迷啊 嗯 然後他要跟他聊對 其實我一直覺得 會有人找我去開球 在南米國之前 哇 為什麼 你知道我們小時候看磁棒 開球是 多重要的儀式啊 就是球技的第一場比賽 球場落成的第一場比賽 總冠軍那才有開球 靠腰啊現在每天都在開球 對啊 每天都在開球 這個也在開球 那個也在開球 每天都在開球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一定會有人找我去開球 嗯 而且我覺得是兄弟會找我去開球 哦 因為我從來不避諱 嗯 我是像你 嗯 對 就是很多人都要裝啊 沒有啦 可是我真的從小就是像你 嗯 你知道我那時候跟紅總聊天的時候 嗯 欸你知道我還可以把 兄弟的歐打背出來 嗯 一棒靈異爭 二棒吳復聯 二棒葛雷諾 所以南米國是不計前嫌 也不能這樣講啊 也不能這樣講啊 然後我那時候一直覺得 應該是兄弟會找我開球 哦 結果後來打電話給我 是那個Roger 哦 那個 瑋鑫 對 Roger哥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在那個 FB寫訊息給我 我第一個反應是什麼你知道嗎 嗯 幹這幹嘛詐騙集團 呵呵 然後後來才跟他聯絡 是 然後才去開球 然後從此跟南米國就結緣了 嗯 對然後 後來還是 因為我上南米國TV 跟展一起播 才是很多人在問我 老師你還是像你嗎 老師你還是像你嗎 嗯 而且我都會覺得很好 就是 我還是像你啊 嗯 但是南米國這些都是我的朋友 我朋友打成我們當然要支持嘛 對 而且其實齁 各位球員朋友 裴姨應該也很清楚 其實球員跟球員 關係其實都很好啊 對 就是他們 他們不是學長的學弟啊 就是兩邊當板凳進空要上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後面的人在通宵 不要這樣算啊 對啊 就是板凳進空 而且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其實 會起衝突他們都是跟羊將 嗯 對 因為本土會談得很小的嘛 是因為真的必須還是要衝上來 因為他們好像沒有衝上來要罰錢啊 哈哈 沒有衝上來要有規定 沒有衝上來要罰錢 支持隊友 對所以時間一到板凳去說 啊啊啊 然後你看他們說 你擋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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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火藥味沒有 其實球員他們都很熟 所以 對 我常奉勸球迷們就是 嗯 不要去幫球員製造對立 哦 對 對 就是 或許你是個像你 你可能非常討厭Lamigo 或許你是一個Lamigo球迷 你非常討厭兄弟像 可是其實 你會 他們會自己幻想那種情節喔 嘿 就幫球員做對立 你又丟他 你們兩個怎麼樣 其實很疼啊 哈哈 很疼啊 你怎麼知道 你比賽後再撐到 你當時穿了 幹 不好意思 滾了 你有手啦 老師你真的太適合到狗廢火車 我們組成爪點 真的嗎 超級那個 相迷 然後他是爪 他就去爪點 爪點爪點 那個養正點 那讓你們相迷聚手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很有趣就是 對 畢竟我們這樣很幸運 我們可以 近距離接觸球員 所以會發現球員其實 真的很可愛 然後 對 他們其實一點都不對立 是 然後最尷尬的就是 教練 下打的戰術就是 卡卡 對 要出身球 一定要丟 而且 就是你 你 因為你 你不會打棒球 不會 我們真的打過棒球 我創過一個紀錄 連續四顆出身球 沒有 那場輸了 十 十 五十三分 對手還到 對 神氣 對 我們家人就走出來 因為那時候我在 我坐一邊機 因為那天本來是要叫我當可樂神 然後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看到 喔 頭裡欸 啊 然後 那個 教練就跟我講 因為我本名叫呂劍峰 是 他說 阿公待會兒我叫你 我說我 要怎麼叫你知道喔 對人叫 就上去 你知道投出運球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 我們本來不是做設施是看保守嗎 看客氣 你那投出運球 你是開著看豬牙酒 你知道嗎 你要看打著 然後他就看我 看我 看我 對 他沒有可以感受得到 但是教練下打就是 你等一下要叫 是 然後因為他們球員都很熟嘛 嗯 那怎麼辦 你又不可以打傷一頭 還要幫你叫 是 對 啊其實他們也知道啊 我就讓你騎了 對 那丟殺傷力小一點點 對 所以我 有一次我跟韋成 那個黃韋成 我跟韋成聊 我出生球什麼 我的騎出生球很準耶 他說其實你的騎出生球會緊張 他們會緊張 原因在哪裡 因為他們大家都是球員 大家會有那個默契 騎不會受傷的地方 對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準 我騎我有騎了嘛 對不對 可是他們 他們都會知道就是 要丟哪裡 屁股 對 所以他們說那個 那個其實很緊張 空小要比頭好處更準 真的 一個頭腹就慘了 唐小柔 欸都很熟啊 都很熟啊 對啊 吵架都窮不再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啊 來 抓點家言清標 下一季狗廢火車主持人 嗯 欸 馬斯文有顯靈 呵呵呵 呵呵呵 特效 特效 好 這是我們賠益的輸 對 希望星球一季有機會 可以邀請老師來聊棒球 OK啦 對啊 我覺得狗廢火車這個節目還蠻有趣的 因為我覺得最有趣的是跟那個 你們跟鄭總那一集 哦 對 因為鄭總也是非常坦白的人 而且鄭總對也很能夠講故事 然後反應也非常有趣 因為我以前超喜歡看鄭總的星球 哦 嗯 鄭總講過嘛 就是 嗯 你拿個盤子給我 我都可以接球 哦 對 因為打到他們那個level 手套就是 借了那個力 哦 對 借了那個力 所以 各位網友們 不要常常在罵球員 啊你信不 啊你信不 你信看看 哈哈 你信看看 最常看到對話 對啊 啊你信不 對啊 啊你信不 啊你打不 你不知道要多快 你不知道要多快 是 因為我 他們打東盟之前 嗯 就東氣聯盟之前那個誰 呃 林正賢 林 林教練 他這次帶那個中職的東盟嘛 嗯 然後 呃 那天他們去屏東練球 嗯 然後我也有去 他們排一個叫實戰 嗯 所以一般我們在 我們在 打擊練習 是不會叫投手上來投 嗯 因為 他其實就是練感覺而已 對 練感覺而已 所以你有沒有 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投手不是空球會比較準嗎 嗯 拳天打大賽不會有人找投手來餵球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習慣 Snap的氣味 哦 就是那個 手腕的氣味 對 很難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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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因為白頂骨就是打擊練習 他只是抓那個今天的救死 那個感覺而已 對 就那一天就是林正賢林教練就排了一個實戰 嗯 真的投手上來投這樣子 然後 一個人打五球 嗯 就是 欸 投手投五球啦 嗯 那 你要選球壞球還不能出棒這樣子 嗯 那第一球是直球 嗯 第二球是變化球 嗯 而變化球只有一種 就比如說 欸這個投手他最擅長的是陳吉拉 嗯 那個陳吉布 或者是 壓下去就是紫叉 還是腳部 他就一種而已 嗯 然後反正大家都打嘛 看 你不要打過プロ的球呢 老師去打 對啊 我說神也神過嘛 不要打過啊 然後我就跟那個林教練講 欸 麥可麥可 我不要打我不要打 我說好啊老師 你當你的像後面這樣 然後我就 我就帶打擊投球 嗯 嘖 這頭可麥怕 你球再怎麼換 你要通過本蕾板啊 對不對 我看你 我其實穿得太好 等一下我就騎拚了 不要被騎拚 這是小恐怖 超恐怖的 而且 呃 我打了兩個投手嘛 嗯 第一個是黃子彭 哦 就側頭 另外一個是那個 萬兆青 哦 這萬兆青這我們從小就跟他打球 對 從小就是球星 就兩個 他們兩個球都不算頂壞的 嗯 對 然後你知道本來陳敏翅在投我想上去 嗯 後來發現不要 嗯 老師你還可以選 怎麼那麼好 我VIP啊 你明治控球 沒有 危險 好啦 我們也聊了一個小時了 耶 那我們再一次 跟大家推薦 我們 徐培翼 徐老闆的書 謝謝 一起運動 前進MLB 全紀錄 然後 再跟大家講一次 我們的 簽書會的時間 記得2月10號禮拜六 先從下午3點半 我們會在高雄 我們從南到北哦 下午3點半 在高雄的記憶國屋 高雄漢神巨蛋店 會有郭富林一起出席 然後接下來晚間7點半就殺到台中 是墊腳石台中旗艦店 到時候會有陳庸基一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隔天2月11號禮拜天 台北國際世貿這邊 國際世貿議館的國際書展 我們在11點會先在 這個讀書共和國攤位會有一個簽書會 然後會有這個成品學一起 然後接下來12點15分會是主題殺龍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2月25號 在雄師永康人文空間 這個新講堂也會有一個講座 是跟LAPA潘忠文一起 對 歡迎大家可以來報名 只有最後想要報名 前面直接出席就好了 潘忠文現在撞得跟什麼一樣 對 而且LAPA還有跟我們去去年去美國 哦他有跟我們一起去 有有順便有順便有 所以歡迎老師加入新年的行列 好啦有機會啦 有機會跟你們一起去美國走走 對其實真的很有趣 OK啦 好啦那 9點多了 耶 那我們裴役他們還要再趕回台北 是 OK那我等一下要去跟我老婆解釋一下 OK 所以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們期待裴役這本書大賣 而且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因為要出棒球類 棒球相關類的書 其實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 是 我也是跟展元講就是 欸展元哥 因為那時候我書賣得還不錯 而展元哥我們來和寫一本棒球書這樣 然後展元臉都綠耳 老師 棒球書不好賣 是 很難賣耶 因為只有球迷才會來買 而且還是要很始終的球迷才會來買 所以我們裴役做兩件非常有勇氣的事情 第一個 他創業 弄了台灣一個非常專業 而且是 不靠任何大電視台資源的載具 他的頻道 Valos OK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居然灑到去出一本棒球書 你知道嗎 一起運動前進NOB全紀錄 你不如想一起泡溫泉 北海道觀光大賞 會賣比較好嗎 對 北海道觀光大賞 會賣得比較好 你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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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那我們跟觀眾朋友說話 晚安囉 掰掰 謝謝大家 掰掰 Yeah